上当百年 七世大观 各位看官好 欢迎您光临七世大观听老故事 今天咱这个主题 您一开眼 可能以为山哥要砍丑闻联播了 挤兑某党某人 其实您误会了 我要讲的是真事 只不过标题中省略了几个说明因果关系的字 封面缩图它尺寸有限 也确实写不全 让您费心猜疑了 好 开讲前还请您点赞订阅 打开铃铛 谢了 书归正本 大家都看到了 当今斐贡治下的这个沦陷区 铭记暗昌 遍地都市 山哥当年做生意的时候 出差到了海口 一当地哥们问我 见过红灯区吗 我说 大片里见过 走 我带你看真的 我说 咱还是别了吧 说不清啊 他说 没事 看你的定力 保证不会出事 也是好奇心唆使吧 我还真和他去了一回看景 别说 要不是这哥们儿 门清有套路 我俩还真差点被几个妖娆的小女子拉进屋 不光是老板 大哥 他嗲声嗲气的喊你 还真的往你身上靠啊 伸手拽你胳膊 现在想起了 还起点鸡皮疙瘩 好在哥们儿呢 在旁边挡着 呵斥着 说 我们找人 没功夫 下回下回 就拉着我快步穿过了不长的小街 走出来我就在想 这些女孩子怎么比匪贡书本上说的 腐朽的旧社会还唱啊 脸画的那叫一个灿烂 衣服穿的那叫一个凉扮 真是人生投回亲贱 后来 在北京几次被红二代朋友 拉去三刀一斧吃席 一推大门 里边站着两行 二十多位绣花大红旗袍 开叉快到了胯骨上的小姐姐 一起拘着九十度的大宫 还齐呼 万总好 这才知道 哦 南风北建 帝都也这德行了哈 有位看官留言说 49年匪贡建政之后 没干过一件人事 我呢 严重同意这位的说法 比如下面要说的 共党取缔妓女 咱就不说现在他比谁都妓女化了啊 咱就是论事 有人认同匪贡建政的时候 取缔北京妓院的雷厉风行之举 不过呢 他们大概不知道被改造之后的妓女都啥结局 1949年之前 北京的妓院主要集中在前门大石烂南边的八大胡同 什么百顺胡同 腌制胡同 石头胡同 王寡妇斜街 陕西巷什么的 其实不只是八条胡同 就是妓院集中的花街柳巷的那一堆胡同的代名词吧 山哥当年在宣武教书的时候 班上就有个家住陕西县的男生 有班干部还悄悄告诉我 说他是妓女生的 这孩子呢 蔫蔫的大概听风言风语知道自己身世 我也当时是有点可怜这孩子就是了 没别的啊 据考证 匪贡第一期领导人 北大文科学长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系主任吧 陈独秀就是这儿的常客 因为陈教授他好这一口 因此被北大和北平一专校长汤尔和等教授所诟病 并且最终因为一起嫖娼案被北大给解聘了 话说1916年底蔡元培上任北大校长 他提倡思想自由 学术自由 支持新文化运动 实行校长制校 他上任不及半个月 就聘请陈独秀担任了北大文科学长 陈独秀到任后 深受蔡校长的赏识 他也和胡适相好啊 但是这位陈教授是满腹经伦 平时说话 作文是言辞犀利 校内校外 就树敌无数 好景不长啊 1919年初 北京某报登了条花边新闻 说陈独秀在八大胡同嫖娼 因为争风吃醋 而抓伤了妓女的下体 这下惨了 陈独秀一夜就成了众师之地 其实呢 那年代文化圈嫖娼 司空见惯 都是你请我愿 花钱办事的路子 没人当他回事 但是老陈不一样啊 他敌人多 蔡校长平时对陈独秀这口味 很宽容 但是这回有人带风向 要搞臭老陈 他就不得不考虑 社会的渔情了 1919年的3月26号的夜里 蔡元培和两位北大教员 沈尹默还有马旭伦 在北京一专校长汤儿和的家中 以改革北大体制的名义 嘀咕了一个小会儿 之后呢 就提前废除了本来已经计划取消的学长制 但是呢 为了留面子 他保留了老陈在北大任教的教授职位 但是 这位牛叉得不行的陈独秀 他吃了憋啊 心情极其糟糕 并且愤怒 据称 三天之后 陈独秀在路上遇到了汤儿和 据汤自己的描述 陈独秀面色挥败 自北而南 以怒目视 就是不说话盯着他看的意思啊 很像现在咱常说的道路以目的意思 陈独秀是新文化的激进人士啊 他也不闲着 就在当年夏天的一个晚上 老陈他独自一人散发进步传单 当夜就被当局以山巅嫌疑给逮捕了 后来呢 经过他的安徽老乡胡适多方营救 他被关了83天后才获释 出狱之后呢 陈独秀心想没法继续在北大任教了 于是他南下上海走上了歧途 干嘛去了 他1920年5月成立了马主义研究会 6月他和李大钊等人一捏过 决定成立一个政党 定名中国共产党 胡适为这事和汤儿和论战 指责汤毁了本来不太左倾的陈独秀 他说驱逐陈独秀导致国中思想左倾新青年分化 胡适先生始终认为 陈独秀如果不离开北大 后面的事情便都不会发生 陈独秀如果仍然是北大的文科学长 他应该不会去独自散发传单 即使去散发传单 以他北大文科学长的身份 恐怕也不会轻易被捕 即使被捕了 出狱之后仍然可以回到北大 因此离开北大是陈独秀个人人生道路的大转折 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现代历史的大转折 胡适自信 如果陈独秀不离开北大 在北大的自由主义风气影响下 他当不至于迅速左倾 最终创建了匪共 新文化运动也不至于脱疆 而演变为五四运动 此后的历史也许会大不一样 但是历史和人生没有如果 上天的无形之手安排了这一切 好 咱继续讲共党和妓女 1949年初 现在的北京还叫北平 说实话 北京人山哥挺喜欢北平这个名 但你现在张口闭口北平 人家还以为你是明代穿越过来的 因为呢 1368年也就是洪武元年 徐达率领明军攻下元大都之后 奉朱元璋旨意将大都意名为北平府 北平是取北方安宁平定之意 这是北京史上第一次使用北平的名称 当然了 40多年后的1403年也就是明永乐元年 明成祖朱棣登基不久 又把北平府改名叫顺天府 以赫他登基的应天府 也就是南京来对应 明永乐19年 就是1421年 明朝正式迁都北京 应天府则作为流都称南京 从此北京的称谓就一直延续到了1928年 北伐战争胜利 国民政府又将北京改为北平 1931年七七事变之后 北平又改名北京 到1945年抗战胜利恢复北平市 匪共占领北平后呢 再度把北平一名北京 一个平一个京就倒腾了这么多次 山哥喜欢北平 主要是因为在北京待了好多年 是一直不太平 比如毛泽东进驻中南海之后 实现了带王的性自由 想睡谁就睡谁 可是呢 他却对匪共第一任公安部长 兼北平公安局长的罗瑞卿说 中国绝不能允许娼击遍地 黑道横行 罗瑞卿即刻表示 会尽快把北京的妓院全部关掉 当年的11月12号 罗瑞卿在北京市集体办公会议上 向市局的处长分局长们宣布 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 解放妇女 建立革命的 健康的新社会 我们对妓院必须坚决封闭取缔 并且依法承办那些罪大恶极 或者有较多血债的妓院老板 在罗瑞卿的领导下 北京市成立了由民政局 卫生局 妇联 人民法院 企业局等单位 共同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 您听听这骚名 着力于封闭之后 对妓女的改造工作 11月22号晚上 罗瑞卿下令出动了2400多条子 分成了27个小组 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 并且将妓院的老板269人 领家185人叫一王打尽 就跟现在的扫黄打黑似的 同时扣押了1268名妓女 把她们安置在了寒家坛的 八个妇女生产教养院 就是劳改吧 在对集中后的妓女进行了思想改造 洗脑之后 一些女子被家里人领回家了 一些则被当局上市卖了 对 您没听错 五块到十块银元一个 卖给光棍汉当老婆 这大卖活人的操作 跟过去奴隶市场卖奴隶有差吗 这事虽然没见有多少记载 尼斐再凶再伟光正 卖女人他也很打脸 也上不了台面吧 但是人民的眼睛是雪亮地 所以这事瞒不过 一直在民间流传 曾有一个北京老乡 告诉我们主笔林徽教授 他爸爸的一个朋友的老婆 就是从政府手中买来的妓女 这位朋友曾经当过保镖 后来进入工厂当工人 因为家境一般般 个人长相也不尽如人意 就一直没有娶上媳妇 且说有这么一天 厂领导问他 是否未婚 他点头称是 再问了他 你有没有五块银元 他也点头 领导就告诉他 你去某某处吧 可以领一个媳妇回来 但是警告他 不许挑 打开门 哪个出来就领走哪个 这丑男当时就笑喷了 立刻马上兴冲冲去领媳妇 为啥他兴奋成这样啊 后来他私下和朋友说 他心想当过妓女的 一定都很漂亮啊 不然他也卖不动啊 根本不用挑 果然他一手交钱 一手拿货 领回了个漂亮的媳妇 各位看官 美国南北战争知道吧 解放黑奴听说过吧 解放奴隶宣言 现在就存在 俄亥俄州 辛辛纳提的 国家地下铁路自由中心 Ohio的看官肯定知道 那是由林肯总统 1863年1月1号公布的宣言 人家是把奴隶主买来的黑奴 恢复自由身 可是轮陷区毛贡 却是关闭妓院 自己当老宝 把这些性工作者当商品 卖给男人当老婆 我管你买主是瘸子 瞎子还是七老八十 给大洋就卖 这就是他自己标榜的妇女解放 据这个丑男讲 一些有名气的妓女 要给十块大洋才能买走 double了 但是几天之内 所有妓女都被交易成功了 个个被买回了自己一无所知的男人家 至于这些妓女以后的生活是否幸福 是否被家暴 或者在名声和身份上被歧视 才没人在意 当然也可能根本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的过往史 所幸 这位花五块银元买回媳妇的北京男人自称 俺日子过得还不错 据别人说 他还成了典型的气管炎 各位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男方送女方聘礼 女方送女儿陪嫁 古已有之 只是匪共政府代表了女方家长 收了男方的聘礼 却不给女方陪嫁 这又是什么道理呢 一千二百多妓女 怎么也卖了约莫两万大洋吧 钱呢 就是劳保也没这么黑吧 关键是 这男道女昌共产共妻的匪共 还恬不知耻地宣称自己这样做 是为了彻底消灭城市的封建势力 解放妇女 还有比这更邪性的吗 谢谢您收看七十大关 多谢您订阅点赞支持我们 各位看官 咱们下集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敬Sí 请订阅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